目前為止 歡迎回來 我們這一趴呢 來賓是我們的 小猴狗跟辛卡米克 歡迎 這個辛卡過去 在19年有上過帕王系 對對對 在打快打 本身也是格鬥遊戲玩家對不對 有很愛很愛 OK 上次是就分享快打的2、3、4 然後15年的時候有上過電玩爆爆 那也是 有陣子 老郭底了 你是氏族 4年來一次 氏族是4年嗎 氏族是8年還是4年 4年 你是氏族 4年來一次 已經收掉的敗狗POP 已經收掉的 我剛剛忘記這照片 都沒什麼騙耶 髮型變了一些 髮型變了一些 現在再胖一點點 還可以耶 OK 而且那個時候還有幫那個 你知道那個 阿B還有姿勇東 對啊 畫了那個什麼角色 因為他叫我畫他們 然後我想說不知道怎麼畫 他是很沒禮貌的 命令你畫他們這樣子嗎 阿B就說你就畫一下 喔喔對對對 就是這樣 對 就直接畫他們兩個 這畫了多久 剛好還蠻快的 然後就畫他們兩個 就是愛用得了角色 對啊 芊畢跟那個 尤里安嘛 尤里安 對對對 看得出來 阿B的神韻還不錯 髮型的神韻 髮型絕對是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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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位呢 都是這個圖文創作嘛 兩位會常見面嗎 私下 還蠻長的 超長的 真的啊 算是超長 算是超長的 一個住很遠 一個住新店一個住淡水 我剛好在兩邊 真的很遠耶 真的很遠啊 哇你這個牛郎織女啊 真的很遠耶 你知道每次他來我這 或是我去那那 然後都要搭很久的 都要帶行李箱 這個距離不亞於跨縣市 老實說 真的 基本上算是跨縣市啦 很遠很遠 因為他們要經過 全台灣交通最軟的地方 對啊 對啊 這很遠耶 那你們是私下 常見面是 什麼就真的是聚會嗎 還是說你們在 忙什麼事情 所以需要見面呢 好像也沒有 特別要幹嘛 就會覺得說 時間差不多了 要不要吃個飯 見個面 就這樣而已 其他 一起 共同的朋友 然後就約一下 大家就一起聚 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 有時候工作 會不小心碰到 譬如說今天像這種 就會又碰到 又碰到 對 所以是私下跟工作 因為都同領域 所以真的 真的蠻常見到 對 還蠻常見到 但是常常去對方家玩嗎 這種 就是譬如說 今天好無聊去 像你們見面是 是會去你家玩 還是說 你們兩個會約在 中間碰頭之類的 大家都不要去誰家 然後在台北碰頭這樣 會請一些喜鹊幫忙搭起 才不會咧 太扯了啦 大部分都是他來 新店比較多啦 對 因為我真的很懶 到你家嗎 對啊 就直接去他家 然後有小孩 就直接背去他家 對 幫我帶一下 我去信義去逛一下 你想要到 你把小孩 有小孩直接背他家 你把小孩講得像Red Bull 你要 小孩一放就走 就如意去處理 我吃的路上 剛好有那個Red Bull Girls在發 我就拿兩瓶 然後翻一下就來 好 那個 新卡有很多貓咪們嘛 然後都 每次都有那些 算是屁貓日常的感覺 對不對 對 社群我自己看都有點逼貓日常的感覺 去年有被那個摧毀一個樂高大樓 對 因為我就放在城下上面 可是 我本來以為天衣無縫 他是不會被動下 因為好像用牙克力成那個板在那邊 對 可是因為他有點傾斜 然後貓剛好鑽進去 整個全部推下來 所以反而是他變成壓倒大樓的最後一隻嗎 對 他把他推倒了 對 整個推倒了 然後約樂高就兩三棟混在一起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處理 哇 到現在還不知道怎麼處理 對 我現在還堆在出場室裡面 因為那個很麻煩 那個如果你是 你就要先把他全部分出來 如果你是從零開始就還好處理 你斷掉你中間這邊少一個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哪裡來的 對 變成說我要全部拆掉 然後看著說明書 就把這把那個分類 很大 大工程 還是你就把貓全拆了 不行 那可不行啊 照著說明書看要先放狗喜 還先放箱 不要這樣啦 就要上那邊貓咪了 沒有 你請公讀生 來幫你的城堡還原算了 大家來 大家一起修復我的城堡 一顆五塊 好貴 那個新聞鬧超大 我是從新聞上看到那些事情 太嚴重了 那不是新卡 因為看到就是有 因為我新聞標題 還錄到我的畫面 對啊 因為新聞標題還就是說什麼 網紅插畫家 然後我想說誰啊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人跑出來這樣 就啊 然後你不信心啊 我 因為我小米攝影機 那就是這樣罩著我啊 然後我告自己的畫面 好悲劇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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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笑不得了啦 難去把它搞好嗎 嗯 這早事 你們這個 是你們兩位呢 你們說算滿熟的 但是是因為成為同領域的創作者 所以開始變熟跟認識 還是說之前就有什麼交集嗎 我們算是簽了同一家經紀公司 很久以前 那那個時候就是以圖文作家的身份簽的這樣 對他就是一個算是文創的經紀公司這樣 然後兩個經紀這樣 旗下有很多插畫家 然後我跟他是其中兩個這樣 所以算遠古同事這樣的感覺 對 然後後來我們兩個都 都 都離開了 都離開了 相繼離開 但是友誼報存這樣 不特別講還不會覺得怎麼樣 特別講話是跟其他友誼的人 友誼是沒有保存的 有啦有 大家都好會有 都有報存嗎 都有報存 都有聯絡 都有報存 所以那時候你們在 那但是在公司 都在通行公司的時候就已經熟了嗎 還是還沒有 中間有一段就是還不熟 後來才變熟 我覺得還蠻快 都差不多 我覺得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跟頻率磁場對到 合啦 而且我們兩個就是愛玩遊戲 然後我們都用動畫 然後還用同個軟體 所以就比較有畫 你們今天基本上連穿衣服 那群色都是一模一樣 就是一個 花印花那一種 對 或印花型的襯衫 而且你們 材質目測應該也差不多 而且他們身上 都是短褲 每一個 衣服 褲子 鞋子都有粉紅色 真的耶 對不對 他也是粉紅色 真的耶 襪子有粉紅色 他那個袋子也是 有料喔 我只擦頭髮 對不對 可以耶 可以可以可以 那那個 你們剛剛說嘛 就是興趣差不多 然後呢 專業也差不多 用的工具也差不多 對啊 然後所以平常聊天 就是圍繞在這一些嗎 還是聊一些更有靈性的 就問他說 他說你現在穿哪一件 櫻花襯衫出去 沒有嘛 沒有套嘛 都在操場吧 哈哈哈哈 私聊都在 職場抱怨 職場抱怨 對啊 職場抱怨 很需要這個 同行啦 同行會 這個會是偏壘喔 不要合作 這遇到一個超瞎的這樣子 對對對 很多 我真的避了很多冤枉路 都是因為我跟人家在那邊私聊 大家都會講 對 那是一定的 有前車之鑑對不對 要附上他們的後塵 是 要跟前輩前輩 輸的也是 對啊 那 星卡家有貓咪這樣子 那你家有沒有小動物會 我家有兩隻 也是有兩隻貓 但是他們算蠻乖的 他們不太會弄 然後 因為這邊有那個要講說自己那個意外 然後我現在想說 星卡這個已經到巔峰了 沒辦法再超越都上新聞了 我到底怎麼講都沒有辦法乖 平常家裡都打破一兩個輩子 你整個城堡是那個castle 整個castle 不會啦 還是有可能貓的破壞地屬現在 有可能有天在家裡吃火鍋吃一吃 他把整鍋湯翻到臉上 太危險了吧 那是人吧 太危險了吧 我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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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先喝一杯酒 還先喝一杯酒 我的罰罐了 那你會罰罐了 那你會罰罐了 就別養了 直接翻掉 不要養啦 直接翻掉 OK 對 好那個 星卡呢 除了都很喜歡玩遊戲 所以星卡在圖文創作之餘呢 在去年也創立了那個 玩什麼鬼啦 的實況遊戲頻道 現在是就是 經營的這個方向是怎麼樣 就是也是偏隨性 有開實況就在那邊看 然後記錄下來 還是說 會有一些規劃去安排 有一些行程要去做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現在經營好像 有點 還蠻認真的 真的喔 因為一開始其實我們創作頻道的時候 是我們圖文作家就想說 我們想玩這個恐怖遊戲 那乾脆我們就 直播給大家看好了 然後原本預計是說 一個禮拜 因為我們都很忙 就好好畫圖 想說就早一兩天晚上 我們就直播一下 輕鬆一下 可是現在變成每天都在直播 每天都在直播 對 而且有時候一天會播到 一天會播到三四次 有時候很誇張 完蛋 那我們要不要去畫畫 我最近的確 開始回去畫畫 還是我現在回去 我現在回去上美術班來期嗎 我不會畫畫 所以你們是一群人共同經營 所以是大家都可以 用那個台來開的意思嗎 對 就是 有時候像中午想開台 想玩遊戲 就直接開 在那台開 然後晚上十點 是我們幾乎會固定 會一起在那邊玩遊戲 聚在一起開 對 十點算是 會固定開的時間 所以十點算是一個 大家一起講好 一起休息 然後來這邊開遊戲 一起玩 那他們沒有自己的 因為大家都是圖文創作 他們比較沒有自己的那個 遊戲相關的頻道 所以大家就聚在一起 那有想法有想玩的 就通通都丟在這個頻道 所以反而很滿這樣 對 反正來說 玩票性質就大家 玩出火花來了 把服務正業當正業 對 服務正業當正業 把服務正業當正業 你說你剛剛幹到什麼 對 就是服務正業變正業 對啊 就不小心做做做 啊 不小心做 就有一點十點突然 每一波就覺得好像怪怪的 然後就趕快問說 欸 你今天要玩什麼 然後就可能十點來播這樣 欸 你這種 這種 態度跟認真度 其實 比政治實況主還要 說什麼 我就是政治實況主 我 我三分鐘前才說 我們要不要去玩玩 沒有 政治實況主齁 你看這種 有在打說那種 schedule的齁 絕大部分撐不到半年 真的嗎 半年之後 不是不開就是 不再打schedule了 會累是不是 也不是會累 就是 沒有什麼意義啊 沒有意義 對 比較沒有意義 沒有什麼意義 比較沒有意義 那你開直播有什麼意義 沒有沒有沒有 開直播是有意義 但是你真的去 set up很多 set很多東西 這件事情 set給觀眾看這件事情 比較沒有意義 對 比如說我跟觀眾講 我這個禮拜要幹嘛 但是我要開 我什麼時候要開台 什麼要幹嘛 沒有意義 因為你開了 會看的人就會來 對對對 沒空的人也不會說 我現在要趕回家 因為新阿米克要開台了 比較難 比較少 比較少 所以你們開台就是freestyle 是不是就是 就當天覺得怎麼樣就怎麼樣 對 有時候可能是我們10點開 然後9點55還在那邊說 欸 我會玩什麼遊戲 我也會玩什麼遊戲 也可以 我有的時候是10點開台 然後到關台前五天 但還不來 還不來 還算啦 接不完啦 大部分實況都是這樣子 真的 或是有的時候開台開 他想說 今天開台跟大家小聊一下 然後開個10分鐘之後 好困喔 算了 掰 上來講完了 你是少數啦 我通常是 操作自己耶 我好想這樣子喔 動畫做3秒 不想做 你們就看3秒就好 不行啦 你那個店頭就沒了 等蕭 沒了 那你麻煩就畫 像辛康人哥畫RB那種 你就至少畫個圖給他 然後大概就是 花一點時間 靜態的 好 上次蕭搞來分享 你創作的桌遊 就是你的社群上面那個主題 對 世界上有兩種的那個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 如果上次沒有跟到的觀眾就是 蕭搞都會在社群上面問一些 宗教戰爭級的問題 是 對 比如說什麼 蘆筷要不要拌 要不要拌 然後 豬血糕要不要香菜還是什麼話 芋頭能不能進火鍋耶 芋頭沒有火鍋 然後什麼 珍珠奶茶是珍珠還是 還是婆吧 對對對 類似像這種 對對對 好這個 那那個桌遊 現在 之前還有在賣 還有在賣 現在有在實體的桌遊店都可以買到 因為上次來的時候是 你們先有一個 這個算是 先做的 Blo Type一個可以玩的版本 對 那個時候再開預購 對啊 現在都已經上架好久了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 關注一下 玩過的都蠻好玩的 都收到一些feedback 對 這個那種愛聊天的人玩 對啊 就因為它就是簡單嘛 簡單然後靠大家的那個 價值觀衝突 好爽 就算是一群認真魔人玩都好看 我就跟你講芋頭不能吃鹹的 我今天開了一個好爽 因為我發現 這個系列 常常會讓我遇見很多同溫層外的人 像我今天遇到一個 就是我開就是說 難吃的東西 你是先吃還是 還是會丟 會把它吃掉還是把它丟掉 然後有一個人 然後我就畫三色豆 然後又有人私訊我說 我超愛吃三色豆 有啊 然後我現在才知道說 原來世界上有人喜歡吃三色豆 有 你好偏頗 對 你好偏頗 我們是眷村長大 在我們老家喜歡吃三色豆的人 我們都叫他們變態 才沒有 才沒有 不要自己講 我怎麼沒有聽過 我們都叫他們怪 是不是 好啦 好啦 好這個 今天呢 這個 PlayStation有透過這個 消稿粉絲團每週三個 兩種人 的系列 然後問了兩個問題 然後我們今天呢 就是在 接下來的時間呢 跟你們玩 來玩一下 兩種的規則 來玩一下 畢竟大家都有打電動嘛 對 這邊打電動最少的可能是我了 我覺得是我 我覺得是喔 我覺得應該是我 是你嗎 對 他比較 他真的比較 你不是實況主嗎 對啊 聊天實況主 最近就是晚上十點會問我朋友說 要畫什麼 我現在開始畫畫 約一個時間大家一起畫畫 怎麼是十點 怎麼大家都十點 十點他摸摸在聚在家裡一起畫畫 歡迎加入圖文圈 好 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 第一題是什麼 第一題是這個 打電動的話 你是 喔 浮現過了就好 一定要完成百分之半成就 這兩個真的滿偏激的啦 就是兩種算是極端啦 對 滿極端的 好吧 我自己幾乎沒有把遊戲全成就過 真的喔 我從來沒有把遊戲 是選擇不要做到這件事嗎 還是你 沒有想做 沒有 全成就這件事情 你必須要選擇去做才會達成 如果今天我玩一個遊戲 玩完就突然全成就 那當然OK 因為我也變不了 但我從來沒有選擇 我自己要去全成就 我唯一有 我Steam有兩款遊戲全成就 但是 但是他就是那種 不小心就成就的 對 好好喔 竟然可以不小心白金 但你很喜歡白金是不是 就他成就相較之下也比較少 他就是那種試玩的 比較容易 過了就 新手教學通過主線還有兩枚的 那你自己是白金魔人就對了 我不是 我這輩子沒有拿過白金 喔 跟我一樣 你也不想 不想 因為有時候就是他會說什麼 湊滿100個什麼 這地圖這麼大都是點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去一個一個一個 我要拯救世界 我要蒐集那個點幹什麼 對 對 我想像是這樣 我也是就是 只過主線而已 以前我還加減過自線 可是我發現 我現在都很想要趕快把一個遊戲 玩完 就不想花太多時間在上面 所以我就會直接衝足 沒錯 我跟你講長大之後年紀有差 對 長大之後年紀有差 因為我覺得我就是 在玩遊戲的這個 這個 老人的程度裡面 已經超越各位 我甚至是很少遊戲玩完 我甚至好多 主線還沒到 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耐心已經 連那個主線都跟不上 沒有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那你的那個兩種應該是 一定要破關跟 沾過就好 沒有 我是這款遊戲我會講 你要玩一玩玩一兩個 好玩 真的好玩 慢慢玩 慢慢玩 不要急 慢慢玩 玩個第四天之後 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生了 那玩快一點好了 玩到後面好了 第五天我不想玩了 直接刪掉 你不會有那種 想要看他結尾的那種 沒有 不會 我真的想看我就YouTube找 喂 直接看結尾 因為你就不會知道 你要去找他裡面的東西這樣 王毅龍說 這個水真的很深喔 然後 然後觀眾還在那邊 不是不是 觀眾還在那邊說 真的水很深你要去炒 我說好 我回去看 好 那我下次開台 跟大家一起看好了 觀眾還說 躺在床上 懂了 OK了 隔天 隔天開店 隔天開店 要玩什麼 這個就可以三兩 好棒 這欺騙觀眾的感情 隔天聚集 我還說這是我進五年玩過最好的遊戲 我們要來看一下我們的 我們的 觀眾 比率是這個 主線62全成就38 我們這邊也不管說你是不是真的有拿到 就是你的形象啦 你想要出白金 你想要 那的話我當然希望要白金這樣 比 大概是64 對 大概是64 會拿白金是為了拿到那個就是成就感 就是 我覺得就是這種收集平 我覺得是收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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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某一種強迫症 就是比如說 而且我覺得很多人是 他可能無意間發現 我的成就90%了 剩那10%算了拚了 有可能 如果我真的是遇到 比如說我就看那個什麼獎盃什麼幹嘛 真的差一點點的話 我可能會去 我就是只差一點就趕快把 就乾脆弄一弄 因為只差一點就變得更舒服 比如說那個100個什麼 100個什麼 無意間發現88個了 差12個 上網看一下吧 上網看一下 廣條 我不會 我還玩不到那個任務 五年最好玩的遊戲 我還玩不到那個任務 但那個遊戲我有破 我破了 好像要玩個兩三輪喔 不要不要我直接看 好我們可以來講一下 那個最多白金的玩家 這個 在 這個我們的PS甘地亞 Hakum 他的白金獎盃呢 在去年達到3000座 白金 3000個白金 就比方說他玩了3000個遊戲 至少3000個遊戲 對 然後呢 平均每週大概有70至120個小時都在玩遊戲 平均一年可以拿300座白金獎盃 這比真的很高 正職工作的時數還高 而且他不是說 破關就好 很多東西很難的耶 對啊 用好幾輪才有 真的好難 PS甘地 是台灣人嗎 好像不是 他不是 他已經不知道是哪裡人了 還是宇宙人吧 超扯的 3000座 那這個像比如說 剛剛講到那個艾爾登法環 白金比例 白金的玩家多達11.4 好可怕 代表這個世界是很令人喜愛 然後想沉浸的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出名的難玩 然後如果你還在這麼難玩的遊戲裡面拿到白金 那個真的就是很厲害 就白金中的精英文 更酷 其實我更覺得就是因為他很難玩 所以想要拿白金成就的玩家一定更多 對啊 因為如果一個遊戲真的很簡單 好像那個挑戰性很夠 或什麼東西只要時間去堆就 然後他感覺是做工 這個艾爾登法環是 就是你本身會玩這種遊戲 你的技術 你已經是有一定的技術了 如果他白金的成就又是更需要技術 好像更 變態玩家感覺 沒錯 然後各個區域的這個 白金獎盃的比例 哪最多 首先第一個是亞洲 那他是肯定的 那他是肯定的 因為你就是勞力 對啊 他就是勞力 我們就是勞力 我們這個愛玩家 我們那個小眼睛的民族 在美國對不對 念書的那種華裔的人對不對 成績都只有A B以下都是不合格的 你一定都是要拿最高的 我之前在加拿大的時候 因為我眼睛笑起來之後 也會變成一樣一條線 然後我 外國同學他真的有認真問我說 你看東西的時候 不是他說你看東西的時候 會不會像兩條黑桿 像電影一樣 像電影一樣 他就說他把手舉起來說 你看得到我的手 幹 真的是 白痴老闆 超想打他的 你不用管他 你就對他這樣 他就嚇到 對對對 你會嚇到 Bruce is my uncle man 真的 真的會嚇死 真的好白痴 然後再來是歐洲 然後是日本 然後最後才是美國 日本就自己獨立出來一個 他不是亞洲嗎 他們應該是以那個 遊戲分區 有沒有 亞盤是版 對 他們應該去看版本 好再來第二題目 我們加速一下 買遊戲的話你是 沒有沒有 我們這個先看 好像看留言 我們先看大家的那個留言 OKOKOK 驚嘆號都消除 才去打主線 然後主線怪都是弱雞 我也蠻常會這樣 難的都是支線啊 還有就是支線 你全部都解完的話 你的能力會很 超淺 對啊 周圍觀摩摩摩一下就死 第一週末完整主線 第二週末先支線後主線 第三週末先支線 然後一場支線 最後主線加完整 這個就是 這就是 白星仔 這就是平星宇宙的我 看支線獎勵 跟難度成不成正比 太難賺 直接放棄 這個是結案子 效率型 對 看案子結的 遊戲用來放鬆 不是用來踢氣個半死的 果然是結案仔 結案仔 成就不一定會百分之一百 但會去看看 那些挑戰任務 直過主線就像是 你花一筆錢去買個套單 只吃主菜 其他都不吃 花的錢只吃一部分 簡直浪費 浪費仔 這個不錯 這個就是愛惜食物仔 愛惜食物仔 就是愛惜食物仔 不挑死 已經看不慣別人剩東西仔 對對對 那我們instagram呢 這個 這是鐵牛嗎 我現在都是買人放的 這是牛仔 這是 這是當爸爸仔 當爸爸仔 當爸爸 過來人 以前是100% 結婚生之後 主線有時間完成 就滿足了 也是爸爸仔 也是爸爸仔 爸爸就沒辦法 爸爸沒辦法 可是我留的 對對對 OK 好 第二個問題啦 買遊戲的話 你是 10D版還是數位版 好可愛 戰神 你的這個 絕對不會凍死 他很戰氣 他看起來很溫暖 音質超高的 哇這個喔 我想想看 我好像就是數位版 其實 其實我有一點參半 我也是參半 但如果你真的要我 prefer一個的話 我好像覺得去數位版 你如果每一個遊戲都只玩一下 就關掉 買10D版也太浪費了吧 我如果只玩一下 就要買10D版 其實才比較划算 因為我可以賣 或者是可以比較給你 對 那數位版它就會永遠在那裡 對 所以其實10D版對我來說 會比較划算 我也是數位版比較多 然後我是完完就刪掉那一種 我也是 對很堅持 我現在是 你先講好了 我還沒想到 我以前是很明顯的10D版 就你待會兒就看到就是 你很喜歡就擺出來一排的感覺 可是現在就是 久了之後 因為我發現就是越來越放不下了 然後後來 我最近有開始轉買數位 發現就是 我也不用去退遍幹嘛 這樣很方便 就直接坐在原地就換了 對 所以我以前是很明顯的 對啊 我買數位版就是為了這個 就是 我通常遊戲是 我現在突然想到 對 後來有這個 那我要玩 對 那有時候半夜想到或是什麼 我覺得我現在做起數位版最快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啊 我大部分玩遊戲時間 跟想玩什麼的時候 都是在半夜 我不可能說 哎呀 不然現在把那個 底下街的鐵捲門 拉開進去拿好 對啊 我最近買的一個遊戲 就是 就是那個 欸 就是 PS5剛出的時候 那個惡魔靈魂 我想說 大家都在玩 我也想玩耶 買一下好了買一下 買之後 裝好久了睡個覺好了睡 裝好了到現在還沒開過 你看 買給別人買 你看 我買實體版的 我現在還可以轉買 對對對 我現在也沒打算開了 事實上是我裝好 數位版我買了 我也沒打算開了 真的欸 你買裝好了 可是我覺得像實體版對我來說 如果有那種 特點啊 或是送一些什麼電子啊 什麼的 我都會覺得說OK 我覺得很讚 但是你就會是 不行我現在就想玩 數位版先買 然後那個特點之後再買個實體版 對不對 這樣很花錢欸 不會啦 我可能會上網 上網 唸一下 沒有 有人已經在玩了 可能是會抱怨一下說 好好我都還沒來 對啊 但是真的數位偏多了 我現在是數位 我現在想一想 數位偏多 數位偏多 好 那這個 去年有分析師公開那個 PS5跟PS4的相關銷售佔比 實體遊戲僅佔了4% 哇 哇賽 還要做嗎 還要繼續做 4%而已欸 比我想像低好多 低很多欸 對啊 可是其實 數位內容佔了66% 欸那其實當然是 什麼玩遊戲的 雲遊戲是38 對啊 另外38 看實況主 所以某種時候這樣算實體又算數 對啊 然後這個 卡普空也有公布說 他們遊戲的數位版玩家 來到了80% 我覺得可能我們也沒辦法 從台灣看世界 因為台灣買遊戲可能相對方便 你騎一個摩托車 就算你住 你在外縣市 你騎個摩托車到 去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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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店一定可以買到遊戲店 或者是你有長去的遊戲店 你訂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個比例一定會慢慢的 下降 因為小賣店也是 慢慢會比較少 對啊 那更何況是國外 你去一個小賣店 你可能開車要兩小時的話 那乾脆家裡網路 我以前冬天出門 我坐在加拿大的時候 冬天出門要先殘血 對啊 殘血玩的時候才可以去買遊戲 我車呢 殘血買起來 對啊 真的是這樣欸 欸 冬號出了 想買來玩一下 先殘血 先殘血 對啊 你都是用那個 超大的鏟子 就像那個的一樣 就是一次一個走到那個 對 對啊 真的很厚 很煩欸 那個超煩的 對啊 國外很多 他們一定會數位 他們不方便的話 一定是數位 好不好 好 這個 觀眾 看一下他們 其實 也滿高的 差不多一半一半 就是像我們這邊 台灣已經很方便了 其實也一半一半 因為我覺得網路速度起來 也有關係 而且我覺得 買數位版的 就是 容易衝動購物 真的欸 很方便按兩個按鈕就可以 對啊 而且因為沒有現金交易 都綁定了 沒有現金交易 所以你會更沒有那個 花錢的感覺 對啊 對啊 那PS Store登進去 蹦蹦蹦按一按 刷卡OK啊 才一萬塊 你拿一萬塊現金去買遊戲 你付得出去 你會覺得說 而且你還要出門 中間有太多時間 這樣購物 對啊 你想像 你在PS Store購物車放十個遊戲 自己跟你去十一天拿十片遊戲 那有差 有差 有差 目前的感覺有差 而且十里去的路上 還會這樣子 這個好像可以買一下 買了之後呢 算了 今天買這個就好了 對啊 那個再想一下好了 對 拿來走上對不對 跌了一拍就 哇塞 我一個時候都拿不起來 算算這片不要 數位版 對 全面領庫的購物車 我全部 拉進購物車 真的 對啊 很容易 很容易就衝動購物 我看一下這個 觀眾現在 有沒有什麼想法 實體 打完賣出 才是真的斷捨離 才不是 只是客家吧 幹嘛這樣 我就超斷捨離的 我刪了就刪了 我也不會撞回來 說的也是 但是這個是回本 回本 我二某靈魂還沒刪 也是因為PS我沒開而已 Julian Joe 實體版加一 有拿在手裡才算擁有 這個 很多啦 很多人都是這種想法的 數位版等優惠價買才是王道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真哈卡 這也是一個 真真哈卡 大頭阿伯都買怎麼辦 這個就是那種 訂了沒來 先買數位版 先爽一下 我真的有這樣過 我真的也有這樣過 是不記得嗎 還是 我是真的 急著想要先晚 就是真的訂購的地方 跟我說 他們會遲 那我看到別人已經在買 我就說 我也要 我忘記是哪一款 不行 然後重點是 我買之後 還不能 因為先玩的人 他們是先拿到實體的人 數位還要得到隔天早上 這樣 就是我隔天我的東西可能中午下午來 但是我數位到明天白天才能換 耶 氣到 氣到 實體要換片好麻煩 大多都會買數位版 還是跟那個 新卡的想法一樣 舒服 直接換 偏好實體版 數位版有所謂特價超便宜 不買白不買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數位版的優勢 實際女友跟虛擬女友 你選哪一個 當然是虛擬女友 可以操控她 當然是虛擬女友 好這個 那管我 有特典或 有特典或紀念包就買實體 其他就數位版 跟我 這個很實際 對 數位版買賣不怕被發現 這個就是有實體女友的 這個就是有實體女友的 對不對 對啊 或是實體媽媽 誰的媽媽是虛擬的 他媽應該不是虛擬的吧 虛擬遊戲 虛擬媽媽 虛擬女友有可能 虛擬媽媽不太可能吧 養成遊戲 養成媽媽 養媽媽遊戲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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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來這個 短片故事啊 有些事過多久都不會變 對 這個 簡單來聊一下好了 你們的 電玩故事 最早接觸的 PlayStation的 作品 這樣子 有印象嗎 想得到嗎 應該都是PlayStation 11吧 那時候高中吧 然後 第一款玩就是 畫面上那個 那個 Final Fantasy Final Fantasy 對 我在玩太極前 我其實不知道這系列 就是 對 其實以前是真的沒有什麼獲取資訊 對 就覺得這東西很帥 大家都在玩那就玩 你也不知道它是什麼Sequel之類的 都不知道 然後那時候看那個 那個方格子 靠在那裡看完 就是我的襪子超好的 真的 超棒的 感動 感動 真的感動 真的感動 現在看 這什麼橡皮茶 這是 這個 這個是學生做的 就業也不會過 對啊 對啊 時代真的不太一樣 那個 新卡呢 我也是跟蕭哥一樣 就是 一代那時候 就是玩 為了玩太極跟五藏傳 然後開始玩 五藏傳 五藏傳 藍色頭髮封面這樣子 對 等一下把武器這樣 覺得超帥的 那是動作遊戲 3D動作 還算順暢 帶一點解謎這樣子 蠻少有那種 那個時候啦 那個時候蠻少那種流暢的3D動作 對啊 我現在看網路上還是很多人在買 那個PSE的遊戲在玩 對啊 就是回鍋的 對啊 現在就是 大家都會想要就是再 重溫 因為大家老了 然後有消費力那些東西 就會真的很有車 對啊 對 對 我還是會搜 搜遊戲片 之前疫情前都還是會去 日本二手店 有BS1就買 PS2我也買 你真的會再玩一次嗎 我不會 我沒猜 就是收藏 就是收藏 我會玩一次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可以玩 真的可以玩欸 沒怪 水喔 那其他就不用猜 先擺在那邊 對啊 對啊 我自己是覺得蠻 蠻經典的 而且我覺得遊戲就是這樣 就是 那個時候陪伴你 它是一個 回憶 那個時候你的所有周遭的朋友 時空背景 遇到的事情 你在玩那個遊戲的時候 你也會 跟著一起回來 會 就感覺就超好 比如說我以前玩的遊戲 以前是跟什麼兄弟姐妹玩 都會吵架 或者是我有個朋友 玩什麼超強 你就會一些 換回那些記憶 就跟我現在玩 某些遊戲都會 聞到腳臭的意思 小時候有香港腳 一邊打 一邊玩那個遊戲 然後一邊摳腳 小時候就有香港腳 小時候才容易有香港腳 踩水啊 鞋子換啊 要換鞋子 難怪說氣味 是大家最深層的記憶 真的 氣味是第一個被記得 不然我有時候玩某些遊戲 我鼻子裡面會有那個腳臭味 我都站腳 好想不要打招 剛剛打招招 òng con con 喔 他是一定的 ok 好這個 這個 有些 觀眾有沒有這個留言對不對 也有分享一些他們有趣的過去 可惜片雙沒到這放 對 以前片雙有那個 中間那個轉那個頭 他容易 塌陷 然後他塌陷的話呢 他就會離那個雷射頭有點太近 然後他就會讀不太到那個光碟 所以你要到著放 那他頭就垂下來 他就會剛好跟著雷射頭是比較OK的 我到今天才知道這件事 我聽過這個欸 我聽過倒著放 我聽過倒著放 但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要倒著放 因為他那個 雷射頭高度不一的話 會讀取不好這樣子 倒著放 觀眾會不會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沒關係 那就不要吵 關燈玩GTA肯定是在射射 為什麼主機別署是放橫的 欸 你們家是放橫的放直的 我是放橫的 我放直 我也放直的 因為我放桌子下面 大家都是放直的 兩種人 兩種人又可以來 為什麼放橫的要很多空間欸 就是因為電視櫃不是這樣子嗎 那我就這樣刷接續啊 就像那種錄影待機好老 DVD機這樣可以了吧 來逛街 我是放直的 我是放直的 OK 就是這樣子 值得是不是 好像有人說跟那個轉的有關係 就是這樣轉跟這樣轉好像 沒差 是沒差 因為我都買數位版 而且我PSPi主機還堅持不買數位版 一定要買一光鐵版 但是我遊戲都買數位版 還有最後一個觀眾說少了PSP 對 PSP絕對 絕對 一夜化不下了啦 讚 對啊 一夜化不下啦 真的 PSP也是讚的 對 攜帶的這個主機 真的很怕 對啊 我在國外的時候 真的賠了我 好長的時間 PSP嗎 PSP 我也是 都不飛了 我還是 PSP那個時候還沒有智慧型手機 沒有 對沒有 對所以 那個時候就是你看到人家玩PSP 你就是真的就是這樣看人家 你也不能刷他手機 你也不能幹嘛 你就是這樣看 對啊 就是那一個人有 他跟你講當MP上我其實都這樣聽音樂 對啊 我還把A片放進去 喔 對可以 不要這樣啦 不要這樣啦 我還記得A片到PSP 我有試過 但是他的確可以放影片進去 對啊 我放A片然後搭公車去中壢跟朋友看電影的路上 在 公車上他以為我在台弄 看A片 我也沒在看 我就有一種 哼哼我在看A片你們都不知道幹嘛啊 我也沒在看 好深層的記憶 對啊 嗯 PSP真的好 很讚 那時候借人家PSP的時候還要先看一下說有沒有把那個刪掉 或什麼 我記得我那時候有 有有有有 因為一放在電腦裡面會被發現 然後電腦會全家共用 對啊 而且PSP又可以插耳機 對對 對啊 這樣實在看有種很厲害的感覺 那還真的很讚 又可以聽音樂 又可以看A片 對 又可以玩魔物獵人 虛擬也沒有 竟然把魔物獵人放在這後面 對啊 我覺得真的 真的超讚 對啊 那個螢幕超大 一直到現在對不對 我們的格鬥 格鬥遊戲的大神 沒元大武 到賽場 還是用PSP在看對手的那個影片 到現在 到現在 他都還是用PSP在 他都會把對手的資料存在PSP 然後再複習 用PSP複習 這樣子 很厲害 這是個小電視的概念 對啊 他就可能用習慣這樣子 真的蠻厲害 好 那我們要來公佈最後一個 這個活動 特殊的活動給大家 好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的 我的 Rundown 我的Rundown有點多頁 來 找到了 這個是 才會知道有一個 PlayStation的 Low Cosplay挑戰 就是低成本 Cosplay挑戰 那這個 PlayStation呢 有許多的作品 對玩家都是很 深層的回憶 在心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不知道怎麼表達的話 就靠你的Cos吧 好不好 你不需要花大錢啦 然後他就是這個 低成本的Cosplay 你可以 自己發揮創意啊 你要Cos所有 跟PlayStation有關的東西 你想Cos一個手把也可以 對 你要Cos角色或是 或是主機 或是配件周邊 都可以 都可以 你想 反正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是希望發揮創意為主 所以 不希望說 很多都是 比如說 你就站在那邊 然後你用 特效還是合成 然後把你自己合成 我們希望是可以 你用這個 身邊的東西啊 發揮創意就可以 做出比較有趣的Cosplay啦 好嗎 總之呢 細節呢 我高速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你就是 發揮創意 Cosplay跟PlayStation相關的主題 然後揮灑創意之後 作品拍攝下來 然後填寫資料 作品上傳到這個 報名的表單 然後呢 我們這個 才知道內部呢 會根據這個主題啊 創意啊 呈現的方式等等的 項目去幫你的作品評分 那等到9月13號呢 我們會公佈出審的 50個作品名單 那14號的時候呢 我們會在節目中 再來複選說 再選出10個作品 對對對 然後那個 到時候這個 前10名的玩家就 前10名的參與的人的作品 就會上傳到 大家再去進行投票 對 就會讓所有的人投票 投出前5名啦 對對對 那我們截止日到的時候 就會依據按讚數來排名了 好 這些資訊 他們應該都有地方可以看嘛 對不對 總之先跟大家講一下 投稿時間 是9月1號到9月11 所以你今天已經可以開始準備了 因為明天就可以 明天就可以投了 那我們獎項也是非常的 我們有的 優渥 我們有PS5一台 然後有多Sense 多Sense 全部評錯 多Sense 多Sense 多Sense兩支 PSA禮物卡 你出國留學後 會不會常常 想要講說 檢查一下拼音這樣子 馬上 對 太下感了 我們來檢查 大家有沒有仔細看 對 只是這樣 好 變身的禮物卡 兩間點都有 好不好 那活動詳情 大家要到我們的FB粉絲團 好不好 好 好 就這樣子 就這樣 就這樣 我們這個 這一part就到 這邊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呢 要來玩一個 久違的小遊戲 創作 來 老師 來到這邊 一定要動一下筆 一定要開個Sport好不好 要開遊戲Sport 好 我們先聽廣告號 休息5分鐘 等一下回來 一下 最後回答 請問一下 我們開始